2月1号下午2点 北京冰球小狼队与多伦多当地华人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这是北京冰球小狼队来多伦多东令营冰球集训的内容之一 北京2022冬奥会申办成功 北京学习打冰球的人口急速增长 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少年 在士兵协注册球员目前已达2100多人 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冰球校季联赛中 有来自22所学校的36支球队 共500多名小球员参与角逐 随着冰球项目的晋级 北京冰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也日益提升 北京小狼队这次来加拿大的目的 是让中国家长大孩子更好的体验 加拿大冰球文化和接受最先进训练 与当地球队交流 将这次冬令营冰球之旅的感受 带给更多的小球员 让家长更加支持孩子参加冰球运动 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冰球运动员 为2022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 培养中国国家队的后备力量 希望每年组织冰球冬令营和夏令营 到加拿大学习比赛 未来有中国球员能够进入NHL最高舞台 随北京小狼队小队员来访的家长 陈昭辉说 他的孩子陈加诺八岁 打冰球三年多了 非常酷爱冰球运动 这次冬令营收获不小 选择加拿大呢 我们是说一个是俱乐部组织来这个加拿大 而且呢 加拿大冰球也确实比较发达 而且从他们来训练看呢 包括比赛呢 跟国内呢 还是有一些距离吧 尤其是环境 大环境 而且比赛的环境 训练的环境 整体来说 还是要好一些 就是比赛比国内更加激烈吧 而且这个队员 加拿大的小朋友呢 这些气氛呢 这些这个 为人处事啊 应该说比 跟国内的小朋友比呢 他还是在这个冰球文化上 比我们要领先一些 随着加拿大华裔移民的增加 现在加拿大华人家长 非常希望孩子能够更好地融入 加拿大文化 冰球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 是第一运动 当地华裔小队员 刘克奇的家长刘勇说 他的小孩刘克奇 今年刚满八岁 打冰球四年了 最开始呢 只是想让他去 多参加一些这种冰球运动 让他能够 比较有 跟这个社会比较融入一点 那么这里孩子很多都会参加冰球 所以呢 我很早就让他去开始打冰球了 如果他以后再长大一点 我还是很希望他能够继续 在这方面有一些发展 另外呢 就是 以后呢 也许 他自己如果不能够 进入比较职业的运动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甚至到中国去做一些交流的运动 通过这次活动的牵线人王洪斌了解到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大约有500多个华裔小孩 在不同的区和学校练习学打冰球 通过参加冰球这项活动 使华人家庭与本地人更好的相互了解交流 孩子之间更好融合 更加自信 也可以从侧面将冰球运动 带给在中国的亲戚朋友 未来也希望在冰球场上 能够有杰出的华裔冰球运动员 他们请的教练 阿登·汉瑞奇曾是NHL选秀队员 在冰球联赛上打拼了多年的优秀队员 现在我教育了60中国孩子 我教育了他们6-0 我帮助他们一年 变得更好 我认识了Steven 我认识了一些其他人 在中国的华裔社区 我看到他们的账战 我希望他们都帮助他们更好 作为加拿大首位冰酒制造者 Joseph酒庄述写了安省特产冰酒的历史 23年来酒庄享誉国内外 源于对高品质的执着与坚守 我们对葡萄植株进行严格筛选和把关 沿用独特酿酒工艺 保留了葡萄天然的品质和香气 酿造出各色稀有品酒品种 赢得众多忠实客户 纯正品质传承经典 欢迎您来Joseph酒庄品尝美酒品味人生 傅高乐是多伦多市中心全面商务服务律师行 历史追溯到1928年 目前有120位律师 领导人是多伦多最有经验的两位中国背景的合伙人 蒋红律师有17年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经历 黄云峰律师的诉讼业务 是针对复杂的企业及商业事务 傅高乐理解中国文化 提供中文法律服务 傅高乐您的全面商务服务律师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